朋友们万代今天是放出了两套海贼王一番赏的消息 这两套的名字都是剑餐赤翘九霞 分为第一弹和第二弹 其中第一弹予计于今年7月13日开抽 而第二弹则于今年7月29日开抽 单抽的官方售价均为750日元 机器全部是可以摆出赤翘九霞与凯多决战的场景 咱们先来看第一弹 A赏是橘志成 带着能面的抽刀造型 这套人偶的比例都比较小 这个高度只有11厘米 B赏雷脏 简单的前冲造型 高度是13厘米 C赏全蓝 老狗是月诗的形态 眼睛血红 半亏的姿势高度达到了17厘米 第一弹和松 也是严肃点准备前冲的造型 高度是13厘米 B赏阿修罗童子 同样也是抽刀姿态 这个阿修罗二敦匹子的表情 刻画还是比较到位的 高度也是15厘米 第一弹的最终赏是光月玉田 挑起双手挥刀的造型 整体高度是16厘米 好的 接下来看第二弹 A赏是姐妹门 也是一个准备发力抽刀的造型 高度只有10.5厘米 B赏穿此狼 同姐妹门造型类似 单手抽刀 高度是13厘米 C赏猫腐蛇 头上也是月诗的姿态 老猫是这两套里面最高的 高度达到了18厘米 D赏是黑炭坑尸狼 作为卧底反怕 设计成了得意坏效的简单站姿 高度是15.5厘米 B赏是嘉陈 白胡子16番队队长 E藏 虽然看似浪叛变 但是加上E藏也能凑足9人 高度是10厘米 第二弹的最终赏是凯多的半身龙头 凑足全部是可以摆出光月玉田 带着赤笑酒侠 讨伐凯多的场面 OK 关于海贼王一番赏 剑餐赤笑酒侠 就介绍得不多 如果你喜欢海贼博物 文章鬼面 生动室 以及小鲤鱼车磨玩具的测评 以及资讯 请关注我们频道 那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